这里是筑吉川 筑江公园大桥 河道两片的樱花也开了 只是我在桥的这一端 看上去在樱花很远 我是用广角拍摄 水中还有很多水牙籽 都是野生的 大家好 我是龙哥 现在我要去 这边的优衣库去看看 然后吃点美食 吃点日常的美食 一会儿去了之后 买完东西我就回家 所以顺道看见什么 我就拍一点 喜欢的朋友 弹幕支持 留言支持 感谢 感谢 躺起来 白骨 龙 京城 北镁 Mom 飓舞 河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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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河 在公园里面 散步 放狗 溜狗 然后呢 我们过去像抱抱这只狗 人家很客气的 你可以随便摸 随便抱 日本所有的划分的区域之内都有樱花树 环境也特别保持得非常干净 因为三年疫情嘛 很多人想去看樱花都不太方便 所以呢 政府 区政府就在 所有的地块 休息区域 全部栽上了樱花树 让人们不用出更远的门 就可以看到樱花 有一极快由银河 在事情上年时间 我发现我发现 最小的视频 现在坚持人数角度 和生在与鸡花里 在现场非常激化 一极三分电报导 看到人吗 看见 在山羽 好多鱼啊 水很浅 哇 好多鱼啊 都是黑鱼 青鱼 鲤鱼 在日本淡水河里的鱼是观赏鱼 都不能抓 不能轻易去抓 是犯法的 天哪 悠哉悠哉的 水还是很清澈的 它的颜色红色 实际上 天气嘛 还是可以的 所以今天龙哥就特别出来拍拍樱花 但是我具体太远的地方我不去 做提点来回很麻烦 再说明天我要去京都 所以想保持一点体力吧 就在周边的这些非常好的环境的小公园里面 为大家拍摄一点这种小樱花 哪里都是漂亮哪里都是美 这个美景好 好得不得了 现在来到了俗称是日本一家 这边什么都有卖 而且价格非常便宜 便宜到你看不懂 这边比较偏 所以人很少 方便你过来逛 这边是买枕头的 虽然这边东西谈不上品牌 但是在日本不管什么 它的品质都是很好的 当然一分价格一分货 在日本这句话很重要 日本就是这样一分价格一分货 但是这些都是普通民众用的 这些器物 这些家里的用具 所以我感觉 不需要买的特别奢华吧 至少你感觉特别好就可以了 感觉舒服就可以了 是吧 这些枕头对我农哥来说 我喜欢的是靠着颈椎的 因为颈椎不是很好 价格真的是不贵 才一百多块钱 像这个3D的 7400块 啊400赢了呀 350块 今天最主要是出来逛 如果买的话必须要守灵 不行的话就叫让他们商店送货 送货上面只能这样 这里就是买日常用品的 大家来了日本也可以到这边逛逛 有很多好的物件可以带回国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